再来看到新美市长侯友宜也积极备战2024总统大选 过去就有人点名配和台大前校长管忠敏搭档 而侯友宜昨天更公布了照片 表示自己已经拜会管忠敏 而且相谈甚欢理念一致 也引发外界侯管配的联想 但是管忠敏在深夜发文 表示他没有意愿参与任何选举 今天侯友宜也说 当天只有请义没有谈到职位 双手紧握开心合影 侯友宜脸书PO出多张 与前台大校长管忠敏的合照 表示日前特地向他请义 遭遇经济青年等议题 两人唱了两个小时相谈甚欢 是否也代表侯管配成型 当天我是以请义的态度 大家都不要用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 完全没有谈到任何的职位 管忠敏也在脸书PO文表示 没有意愿参与任何选举 综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的旺人们 可以休憶 让侯管配确定破局 不过侯正义也加快脚步 被征召后立刻对接蓝营智库 设定大选议题走向 将也侯友宜拿手的治安政策 作为起手势 包含扫浪黑帮 打击诈骗 回复特征组 侦办黑金等 指导民进党执政痛点 所以我有信心 带着我的专业跟经验 全力压制我们国内 大家人民最痛恨的 治安的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先从案内 再来来外 侯友宜也将在31号到立法院党团备会 但挺郭大将陈玉珍 以表态可能缺席 甚至间接证实 后在征召前多次拒接 郭台铭电话 再次韩话团结 但该怎么整合 收不裂痕 也得先安内 才能医治对外 这里的黄金张远杰 新闻视报道